Hello 各位好啊 所以今天是我 确诊隔离的第十天 基本上我是 明天就算是可以脱口罩啦 因为 虽然讲的是 RTK 是会有 还是会检测到 有的病毒啦 可是就是 我自己网上可以看到啦 就是 RTK的那个 就是讲你是有确诊的 基本上是 可能会维持 长时间的啦 甚至讲的PCR更加 长啦 我是网上看到有些人会维持到 90天的 所以这个是 你不用用这种来做一个标准的啦 因为 身体 是有讲理确诊 可是就是 可能就是 你身体是十天过后 是没有那个传播性的啦 基本上 因为好像讲看Maisiciatra 他是讲你需要隔离五天 过后就五天 过后你可以 你可以出去啦 但是要戴口罩 就意思你还有传播性咯 你传播能力 然后过后你讲十天过后 就算是可以脱口罩 这样子啦 我是更主 那个Maisiciatra 因为 你也不可能隔离这样久了嘛 就是 我是确保 我是确保 我自己没有传播性 我才脱口罩的 所以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因为尤其是我们在家里 隔离 在家里 一直在家里啦 就是你 你是最怕就传播高 你传播到给你的家人这样子 这个就不好咯 我觉得是 没有必要啦 我觉得是 虽然讲 你防疫 是 我觉得是 呃 就是 要做咯 就是你 你不可能就是 讲病毒是很容易传播 你就不戴口罩啊 就不做任何的反抗了嘛 不可能的嘛 或者是不做主任的功夫啦 所以我们 我家里是有粮牢 然后就再加上有 有 可能之前有小孩子的样子啦 然后 呃 这个我觉得是 我是有责任去保护我家人的啦 所以我是要讲一下为什么我确诊啦 我基本上是在初三 初三 确诊 然后我的 为什么我确诊呢 是因为我另外的家人啦 我不要讲谁啦 因为就是 呃 不要指名道姓的那样子 就是我觉得是 没有必要啦 然后 然后它是从那种大城市回来啦 就肯定那边的传播性是会比较多 比较高一点啦 然后就 我们带回来我们这种小城市 就是 呃 过年就是最容易啊 假节的时候 然后我自己本身是确诊呢 有症状呢 但我眼中 算是比较 稍微比较 严重的症状呢 就是 这一次而已啦 之前是可能有确诊 因为毕竟我们是有那种 无症状那种 确诊 那种 确诊者嘛 甚至是讲 我家人 我家里两老 他们也是可能有确诊 可能就是没有严重 所以 呃 这一次他们是没有确诊 没有确诊啦 我的两老 呃 所以只有确诊 然后 我的症状就是 我没有发烧 但是有 第一天是有 呃 喉咙痛啦 但是 不会很严重啦 可能过后 呃 过一阵子 几个小时就好了这样子 然后又痛又又好了这样子 然后 呃 呃 第二天是有肌肉痛啦 我 肌肉痛 然后很累 然后要睡觉 这样子咯 然后也需要那种 那种 水去 呃 领一下我肌肉这样子 就会舒服一点了 然后 第三天就是 第三 第四天 第二天到 第七天啊 基本上是 吃东西就没有什么味道了 然后现在我是 第十天 吃东西就 味道 那个 味觉就回来了 那种子啦 所以我是 我基本上是 我有症状的时候 我是没有 没有去测试那个RTK 因为我的 那个另外一家人呢 也就是 带了病毒回来的家人 是他是 第一天就 给他检查了 就是他是有 确诊 然后那时是 我是第一个 去 他 发烧的时候 我是第一个 接触他 接触他 然后 也是 就是我跟他 也是没有带口罩 然后 过后 当天呢 就是他确诊 当天呢 就是 我跟我 我跟 我两老 基本上是 过后 就是 我两老 就是基本上 很早 很早出门了 然后就是 没有在我的那个 家人 发烧的 那个期间 就是 you know 接触 close contact 而我都忙到 我们都是 过后我就 买了那个RTK 回家 给我的家人 过后就 给他check 然后过后 他就跑去 自己房间住去 做隔离 这样子的 过后到晚上 吃晚饭的时候呢 才会见面的 然后 当下就是 我的家人 那个家人就是 隔离算是 其他方面是蛮好的 他都是可能会尽量 头几天都是 待在房间 可是就是吃饭的时候 我最 就最不喜欢的 他就是在 虽然讲是没有在 一个同一个 我可能讲在客厅 或者在 等等地方 就是一起吃东西 可是就是 他会在 旁边呢 就好像在中厅那边 就是吃东西 就脱口罩吃东西 我觉得这个东西 就是没有做主了 所以讲 再加上我自己 第二天就 确诊了 OK 有症状了 我就觉得就是 就是 毕竟我的那家人 都没有做主了 防疫了 然后我那时也是 头几天也是 没有 怎样去 戴口罩啊 那些东西 呃 因为我觉得就是 这种 因为你 我就这样容易被 感染了 就是我其他家人 也是 逃不过的 但是很幸运的就是 我两个老师没有 确诊啊 就可能他们本身就是 但是在外头接触的陌生人 会比较多 就可能他们 端间也是有 确诊啊 可能就是没有 没有 呃 那个 可能病毒量比较少吧 不知道 就是那个 症状没有这样大 然后再加上老人家的 症状会比较小一点的 就是毕竟他们也是打了 呃 那个 呃 疫苗 虽然讲是 呃 不懂多少年前 就是打第三针 过后就没有打了 但是可能就是 身体还是有一定的 那个保固 保固能力的样子啦 甚至是现在的 那个病毒也是 没有像 以前那种Delta 那么强啊 哦 现在传播性比较高一点 所以就 很庆幸的 他们是没有什么 没有被感染啊 就是暂时是 感到现在也是 感觉是没有被感染 但是 呃 但是 我就 就是 算是 没有那么幸运啊 所以就是 呃 确诊也是 没办法的 因为 也是 网上听说过就是 你 当一个人就是 有 有那个症状的时候呢 是头 之前 两三天呢 还是那个传播性 会比较高一点啦 甚至是讲当天 就是有症状的时候 传播性也是很高啦 所以就 呃 就是他是两三天回来的啦 所以就 就可能那时就 就 回来就 开始传播这样子咯 哦 然后我自己本身是 相对我的 我的两老 会比较少接触到陌生人 所以就可能会 呃 这一次 会比较容易中招 这样子啦 所以就 呃 因为毕竟你要 你要懂的就是 你确诊过后 你是 还是可以给你几个月时间去 呃 不会再确诊的 但是 是 看个人啊 那是 网上是这样写的啦 就几个月 你不可能讲 你几天 呃 确诊了 过后 又另外一天又确诊另外一次了嘛 不可能 就很 我是没有可能看过啦 哦 很特别啦 除非你身体是有特殊的那个 那个情况 所以 呃 呃 我的家人是没有做足防疫 然后再加上 我那个家人呢 是 确 呃 就是有症状的时候 也是跟我的 另外一个 家里的老人家 也是同房睡觉 然后甚至开冷气 然后甚至晚上可以谈天 这样子 但是还有没有确诊了 我的老人家 就奇怪了 然后过后就 因为我的那个 家人确诊了 然后过后 我那家人就是 我那个老人家就是 我那个老人家就是 要吹冷气嘛 就是跑到我房间这样子 所以我们是 同房几天的 就是我是 expect就是 应该是大家都会确诊的啦 可是就是 诶 没有我 就是很奇怪的样子啦 哦 所以我是怀疑 我的那个老人 我家里的老人家是确诊过的 可能症状没有那么 因为毕竟 呃 这几年也是 可能 我的老人家也是 可能有 我会病啊 不舒服 可能就是确诊的那个症状 可是就是 我们不会去特地去 test RTK 样子 这样子 哦 所以 过后 可能讲到 第七天了 第七天了 所以我的那个 第六天 第七天 那样子啦 我那个 确诊的 那个 呃 家人呢 就是 回一回 回去啊 他应该回 他就回去工作 那样子啦 就回去他的城市 所以到我 现在到我隔离咯 然后就是 我的 我的家 我的老人家还是 觉得我是 自己 像自己这样子啦 因为 呃 那时我也是 最后一天 我 我家人回 他的那城市的时候 我是 就是 我家里人就很奇怪 就是可能很多人 家人也是这样子 就不觉得是 可能家人就是 suppose 要一起 share 那些东西啦 就是可能病毒也有share 那样子 然后也是不介意那样子 就是 我当时是吃东西的时候 我早上是 you know 就是我们是 同一个 坐台吃东西啊 很close 那种 外面吃东西那种 圆台那样子 所以我那时是 很不开心的 老实讲 因为我觉得是 我跟 我自己本身有covid的 你还要我在那边吃东西 然后我家人 已经是 Tesla RTK是有病毒了 为什么你还要 带买两个人家 不脱口罩 吃东西呢 我觉得是这个是 那个 虽然讲是 那时也是 差不多应该有 他的确诊 已经是第六 第七天这样子 第六天这样子 第六天 可是就是 你 你不能担保 你的病毒是 真的是 没有传播性的嘛 我觉得是 那时我真的 我有点生气了 我是避开我那个 我那家人的 然后甚至是 我都是 吃完东西 就离开 穿口罩 戴口罩 我觉得是 老公我妈妈 当我那家人 离开了 回她的城市 然后她讲 你这样会弄到 那个 就是 我那家人 会很 很开心 很伤心 很难过 那样子 我妈妈 就 我 我的家人 我家人 就叫我 Tesla RTK 所以 她就觉得 我是 没有事情 她就讲 你不要 就不要 嚇自己 我就Tesla RTK Tesla RTK 然后 她就 可能 嚇到了 又好像 她觉得自己 是对的 就觉得 是我自己 很自私 这样子 就是觉得 怕自己 怕我自己 这样子 所以 一直 避开 一直 可能 没有 就是 很多东西 做东西 都是要 估计人感受 很无畏的东西 然后 我妈妈 就可能 静了下去 然后 我自己就跑上去 我自己的房间 隔离 然后 厕所 那些东西 然后甚至是 吃东西 那种碗筷 也是要自己准备咯 就最好是 那时 就开始就是 因为 毕竟我自己一个人 跟我老人家 家里 所以就 没有这样 没有这样 难反应 因为 你讲我那个 确诊那个家人 或者是有多几个人 或者是有多一个小孩子 因为 我的家人也是有小孩子 就是 他确诊第一天也是 过后就这样 那孩子就送回去 进家 那边 所以 那是他们 也是听说 听说到他们是 呃 他们之前 也是 前几个星期 也是他们也是有 发烧的那种 但是我不懂有没有确诊 我不知道了 不知道他们有没有确诊 所以就 呃 已经有一个征兆了 基本上 但是他 就是我的家人 就是觉得是普通感冒 就 ok咯 就真的是没办法 就这样幸运了 就这样不幸运了 哦 他们没有 没有 没有很小心 这样子处理 这个东西 哦 因为他们大城市嘛 他们觉得就是这东西 确诊是很平常 但是 你 但是对老人家来讲 上了 肺 虽然讲是一个 Covid好了 过后还是肺部 那种气管那些 可能是 你是没有短时间 不会去确诊 可能就是你上了 然后老人家是 恢复能力就会比较差一点 你 你没有考虑到这一点 什么 哦 我觉得是有点不负责人的 因为我自己本身 如果想照顾的话 我要照顾的 呃 哦 不是你来照顾的 所以短 只几年 就是如果想 我还是待在自己的 所以 这个也是 以后讲是 真的是有什么病 大病那样子 肺部伤了 你知道 不会好的话 也是 我们也是要负责的 那种 我们还做为孩子的话 做为 呃 后备的 钱来来来 也是一个 一笔钱也是一个 也是没有必要咯 我觉得是 我们要后备要做好这个行业 然后过后 我就自己要隔离了 哦 所以可能 呃 观众可以 可以借鉴一下啦 就是家里条件是可以的吧 就是你有一间房间啊 呃 自己隔离一个房间 因为毕竟我疫情的时候 然后 因此 疫情前呢 我是跟家人是 share房间的啦 过后 疫情的期间呢 我们就 呃 知道可能 有一天还是要隔离 这样子 就是可能这样房间 就是 弄多一个房间 就是给自己这样子 就是家里是 各有各的房间这样子啦 哦 不是讲 呃 讲很 很有钱这样子啦 但是至少有房间这样子 然后厕所也是 就是一人一间这样子 哦 也是 之前也是share啦 当然也是share啦 就是看楼上楼下这样子而已嘛 哦 就是肯定会share 然后每一个人有 呃 现在是 我自己厕所就 我自己用咯 不要他们就知道 你懂 我是在隔离 他们要aware 这些东西 如果你讲 有多了几个人的话 就很难防疫 很难防啊 基本上 不用他介意啊 这个东西啊 确诊就确诊咯 这样子 是这种说法来 我家里是很 很长久的啊 所以我是很不喜欢的 哦 哦 然后过 餐具那些 你吃东西啊 你也不要在 家里里面吃咯 哦 你要在家里吃的话 呃 可以啦 但是你确保 你吃东西的时候 没有 家里人是不知道咯 然后风扇要开 开组咯 哦 哦 然后你 你你你 最好 最好的情况还是 不要在家里吃啦 就在外面吃 我自己 吃晚饭那些 就是他们有在的时候 我都是知道 在 家里外头 然后我家里外头 也没有 没有太多人去 经过啦 除了车之外啦 哦 所以讲 呃 传播给公众呢 是也是很小啦 哦 那传播给家人可能会 风险会表达 但是 那外公众是很难的 基本上 我也是有负其他责任的 哦 我不是考虑只是考虑自己 家人自己而已 所以 然后 你那些 呃 学的东西啊 家里那些 学的东西啊 最好是 呃 确保你自己的手 是干净的 就意思是讲 你 你去厕所啊 去梳洗啊 去扭 扣鼻涕啊 摸鼻子啊 或者是你 漱口啊 摔牙啊 你要记得就是 你过后你要 你要 你要 将你手 用肥皂洗得干干净净的 确保就是 尽量去洗干净一点的 哦 虽然讲没有100% 哦 所以 就尽量 要做到这些 这些东西咯 哦 然后 你 即使是你 你摸那些 家里的开关啊 或者是 呃 厕所啊 那种 呃 呃 冰箱啊 你还是有摸那手把 哦 能的话就尽量 用完就消毒 但是 我相信很多人不会做的 但是 至少你 你确保你自己手 是有 用肥皂洗过的 过后 你去碰它 至少那风险 没有那么大了 然后再加上 呃 就是 你要摸那手把 你就尽量是 呃 用其他地方来开 就是意思是讲 呃 你是那个 你知道是很多人是用 都是没收把 来开门的 你可以 就是你知道自己手 可能会有病毒 你不是 从另外一地方 另外可能 你讲那个 呃 病除了门那边 另外一方面 呃 另外一地方 下面那边 就开了门那样子 哦 就人家不会碰那边的啦 通常 减少了 那个传播的风险了 然后你讲那种 黏饼啊 或者是穴 你最好不要讲 最好是暂时是不要碰啦 就是 呃 十天 以内 十天过后才碰啦 就是或者是 你要碰都好 你是不要讲 你开了 然后你 你 你吃了 你吃 在那个面前那种 吃吃吃 那个口水 不可能 飞到去那屎屋 哦 哦 那个 那边 就是 这个就会传 有那个传播的风险了 然后你的口罩 也是 要定期要换啊 然后你甚至讲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重点就是 你那种 你的换 你的衣服啊 骯脏衣服啊 你的 呃 你要 你的衣服啊 或者是你的 你任何东西啊 你要拿去洗的嘛 哦 如果是能 的话精力就是 就是 先 呃 抱在一个地方咯 放在一个地方先咯 不要拿去洗 因为那些也是有 你的 呃 你的体啊 呃 你的口水 你的鼻涕啊 你的 就是等等这些可能会传播到 尽量不要啦 但是我家里咧就是 呃 我家里的那个习惯就是 还是 加两架 还是拿去 拿去 还是会拿去洗啦 即使是你不要 它也是 要这样做啦 所以这个东西是 呃 就看一下好 如果它真的是 绝缘体的话 身体是没有被传染的话 没有被传染的话 那么 至少过后 十天过后不用一次 一次过洗的衣服咯 能的话自己去洗啦 哦 这是最好的啦 哦 但是不能的话就 就 就 包 包咯 自己包 嗯 不然的话就是 看那个 帮你洗衣服那个人 是怎样防疫 如果他还是没有防疫的话 那责任也是在他身上啦 嗯 至少我 不会觉得 责任我没有这样大啦 因为 他自己是愿意的话 可以讲 但是我至少我做到 防疫要做的好人生 所以应该差不多啦 所以 现在我的情况叻 就是 呃 你讲 算是好到七七八八 就 除了你讲 有一点脑污啦 老实讲 就是现在想东西也是 突然会断片的 老实讲 真的是会断片 因为 那个 病毒会攻击你的 那 不懂什么 神经的 那些 那些东西啦 然后 它会让你的头脑 就是不清晰的 那些东西 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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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在一起 就真的很難啊 老實講 也在外面 在外面其實還 真的是還好啦 就在家裡是最最麻煩的 因為是你不可能一直長期戴口罩 真的很辛苦啊 老實講 做什麼摸什麼你也不能 也是會考慮很多這樣子 然後你在隔離啊 在10天內隔離 我覺得是很多時候就是很多東西做不到 然後但是你可以 盡量減少咯 減少個人互動 就10天而已啦 我覺得是 忍一忍啊 我覺得是 除了講保護自己的家人之外 我覺得也是要盡責去保護你的社群 雖然講很偉大 感覺很偉大 但是我覺得是 需要做咯 有那個 有那個 責任感啊 我這麼講 廢話啦 ok 今天的視頻差不多啦 所以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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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你